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中 我相信绝大部分人最头疼的是 不知道怎么配色 色彩之间的搭配怎么样 这也是我在十几年的教学当中遇到的最多的问题 所以呢 我们今天第一堂课明就来讲讲配色的问题 有关配色法子 那我们其实在外面有经常看到很多人在教我们怎么去配色 那大家今天听一下 看看我给大家的配色的技巧 你之前有没有听过 好 那么既然讲到配色 那它其实是一个搭配 那既然讲到搭配呢 其实是一种关系的问题 如果你一生只有一个颜色的话 那就不存在搭配了 所以要是配色 其实是两块以上的颜色之间 它们存在什么样的一种关系 然后这种关系是好的还是不好的 是适合的还是不适合的 那我们这个才是配色要研究的 所以呢 可以说我们讲配色 其实研究的就是色彩之间的关系 那想要了解色彩之间的关系呢 那我们得先大概对色彩有一个简单的了解 大家可能都知道黑白灰这些颜色是特别百搭的 对了 那在色彩的分类里面呢 黑白灰我们叫做五彩色 没有彩度的颜色 因为它们没有彩度 所以它们非常简单 所以它们很百搭 那除了黑白灰之外呢 就是像红色呀 蓝色呀 橙色这些颜色呢 它们是有彩度的 有的可以特别鲜艳 有的呢 可能就比较淡一些 那像这些颜色我们叫做油彩色 油彩度的颜色 那油彩色因为它的变化非常多 大家看呢 就像红色 我们这里有不同的红 那还有淡粉其实也是有红变来的 那还有橙色 黄色 其实它们都有不同程度的变化 所以讲到油彩色呢 那这个关系就很复杂 就很难搭的好 也很容易出错 所以呢 我们在油彩色和五彩色之间 我们去进行一个了解之后呢 我们再来看一下 在色彩的关系里边呢 其实所有的关系都逃不出两个最核心的关系 一个叫做类似 类似的意思就是它俩差不多 它们几个放在一起差不多 大家看上去没有太大的区别 就像这一趟 我们远远看上去 差不多是一个感觉的颜色 那这就叫做类似 那类似配出来的效果呢 就是比较的统一 它有一种很整体的感觉 那第二个关系呢 叫做对比 对比其实就是非常直观的 我们身上两个颜色也好 三个颜色也好 这些色彩之间有明显的区别 远远的看上去就是两块颜色 三块颜色 所以呢 就像我们这个红色和蓝色远远看上去 是完全不同的两块色彩 像这些 这些都是 所以呢 像这种用明显的反差很不一样的呢 我们就叫做对比的效果 那对比效果大家可以看出来 它呈现出一种更加的活跃 或者更加清晰 或者更加丰富的一种效果 所以呢 其实类似和对比的效果 它们呈现的感觉是不一样的 看你自己想要什么样的感觉 那么另外呢 在类似和对比之间 可能还有一些 我的配色可能没有这么的统一 有点反差 但是呢 又没有像这个那么明显的反差 其实这些都是在配色关系里边 有点类似 有点对比的一些中度的效果 所有的关系就是这些 这些都是色彩的关系 但是其实说起来很简单 同样是类似的关系 我们可以看到 像这个类似的色彩搭配出的感觉呢 就有一种特别轻盈 很轻 非常的梦幻的感觉 那像这种相对比较类似的呢 都是蓝色系的这样一种类似的呢 它会出来一种比较理性 然后可能有一些中性的味道 所以其实即使是类似的效果 因为用到的色彩本身不一样 那它出现的最终呈现出来的印象也是不同的 那对比效果也是的 我们因为用到的色块不一样 我是用到黑白对比呢 还是用到这种我们叫做撞色的搭配 它们出来的感觉也是不同的 所以其实还是跟具体你选择哪一块颜色有关 所以呢我们从每一块颜色来讲一下 那首先先来看一下五彩色 那里边先看一下黑色 因为黑色是所有的色彩当中 最暗沉的一块色彩 所以其实不管它跟什么色彩搭在一起 都会让整个色彩群呈现出一种更加深沉有力的印象 所以呢其实黑色跟所有不同的色彩的搭配 最适合的是第一职场体现分量感 那第二呢如果你希望自己显得更加的有沉淀 有品质的话 其实需要加一些黑色 可能会更容易呈现这种感觉 那么因为黑色是最暗沉的 所以黑色的搭配呢 特别适合对比效果 首先第一黑色跟一些比较明亮的颜色 比如说像这个蓝色 像白色 这些看上去特别明亮啊 很光亮的这样的一些色彩 搭配在一起呢 呈现的是一种明暗的对比啊 这种明暗的对比 营造出一种很清晰的感觉 那这样的这种印象呢 其实很适合在职场去用 或者是你想让自己显得比较酷的时候 比较帅的时候呢 这样的搭配是比较好的 那另外一个呢 黑色特别适合的 还有就是鲜艳色 或者是有鲜艳的花色 当然除了蓝色 还有红色黄色橙色等等等等 不同的 只要这个颜色非常的饱和鲜艳 那么你用黑色去搭配它 会让整个色彩去显得更加的 有品质感 会更耐品一些 那所以黑色其实是最适合对比搭配的 这个大家要记住 这个是当黑色和这种鲜艳色 或者是花色在搭配的时候呢 它的这种艳丽感 整个搭配的艳丽感是很明显的 其实这块鲜艳的颜色会被突出 会显得更加的鲜艳 而同时整个组合呢又显得深层有力 所以像这样的效果呢 就特别容易显得人有品质感 有质感 那用黑色搭配的时候 我们要特别注意 慎用的就是黑色跟暗橙色之间的类似搭配 因为黑色本身就比较深层了 如果我们再用一些跟它没有什么反差的颜色去搭配的话呢 整个配色出来的效果很容易显得沉重 或者沉闷 而如果你的款式和材质选得不对的话呢 这样的配色出来的结果 很可能把你这个人拖得特别的没精神 或者整个人显得很沉重 这个是要小心的 好 说完黑色我们来说一下白色 那么白色呢 是所有的色彩当中跟黑色相反 是特别明亮的一块颜色 所以当它跟不管什么颜色搭在一起 都很容易让整个色彩群显得清爽和清云 这样的搭配特别适合在春夏的时候用 所以每到夏天别人问我说 龙老师今年流行什么 我说你甭管流行什么 白色是你必备的一个颜色 这样会让你的整个夏天显得特别的凉爽 不管你实际上凉不凉爽 但是它会让你看上去非常的清爽 很有夏天的一种朝气 那白色除了有这种类似的搭配之外呢 它还可以对比搭配 对比呢比如说它跟黑色搭配 我们刚才说了 体现出一种特别清晰的感觉 那其实白色也可以跟鲜艳色搭配 像这样的鲜艳色 这些鲜艳的颜色去搭配 会呈现出一种特别明快 然后特别有活力和朝气的感觉 但是大家要特别特别小心 白色跟鲜艳的颜色搭配的时候呢 尽可能的这个鲜艳色如果 如果非常的饱和 或者是发一点点黑 其实是更好的 它会让整个色彩群看上去更有质感一些 而很多人都非常喜欢用白色去搭配一些 明亮的黄色呀 粉嫩的这种粉色呀 其实这些颜色搭出来的感觉非常的讨好 有一种春天般的气息 但是在实际穿着当中 如果我们身上只有白色和这样一些粉嫩的颜色的话呢 它很可能让你这个人看上去有点过于轻薄 缺少品质 缺少质感 尤其是在你不懂得选择恰当的款式和面料的时候 这样的配色 其实会让你整个人显得甚至有点吐气 所以这个要非常非常的小心 记住 用白色去搭鲜艳色的时候 这个鲜艳色要么就特别的浓烈 另外呢 最好要加一点点 偏一点点黑色的线艳色是最好的 而且像这样的配色呢 一般不太适合用在职场 不太适合用在一些需要你看上去更有能力的场合 它其实更适合的是一些休闲的 放松的 轻松欢快的场合 好 这是白色的搭配 我们来看一下灰色 灰色呢 其实是所有的色彩里边最为安静柔和的一个色彩 它甚至有的时候会显得比较无力 但是呢 灰色呢 又是所有的色彩当中呢 最能够代表都市内联雅致的一块色彩 所以其实大家会发现 不同的色彩都有它自己的语言 而如果你用的好的话呢 它就会把它的优点呈现出来 但是如果你用错了的话呢 可能它就把它的缺点表达出来了 所以这个要看我们怎么去用 那么灰色它不管跟什么颜色搭配在一起都特别容易让整个组合显得 柔和和安静 这是一种体现雅致啊 高雅的这样一块色彩 所以灰色如果做一些比较类似的搭配 或者它跟五彩色本身去搭配 比如说白色黑色去进行搭配的话呢 它呈现出来的感觉 其实就会比较有都市的印象 我们说的都市的印象 其实咱们知道都市和大自然比起来 它最大的区别是什么呢 是不是就有点灰蒙蒙的呀 对了 这就是雾霾啊 所以呢 其实带点灰的这种调子 不鲜艳的这种调子呢 特别容易呈现都市的气质 所以灰色在其中是最有代表性的 如果你想让自己看上去更有一种时尚的都市感的话呢 你不妨多一点灰色 但是呢 灰色本身呢 其实它很容易显得无力 显得人没有精神 所以呢 如果你担心这样的效果的话呢 你不妨用灰色来搭配一些鲜艳一点的油彩的颜色 你可以是鲜艳的 其实也可以是不那么鲜艳的 大家记住 黑色在跟油彩色搭配的时候呢 它跟蓝色是一个绝配 不同的蓝跟灰色搭在一起 只要它有明显的反差 也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对比效果 其实都非常的好看 那么 现在呢 特别流行用灰色搭到一些什么 灰粉色呀 灰的那种鹅黄色呀 灰的柔柔的 或者灰蓝色呀 其实也非常非常的好看 所以呢 像这样一种类似 这是不是就是一种类似的效果啊 那这个就是一种对比的效果啊 像类似的这种效果 也就是说灰色本身是灰灰的 然后呢 它再去搭配一些灰灰的油彩色 比如说 灰粉呀 灰蓝呀 灰绿呀 灰紫啊 这些颜色 有一种类似的 同意的感觉 其实会显得特别的雅致 但是要注意 如果这样的搭配的话 尽可能在浅灰里面去搭配 如果用深灰的话呢 那你要注意考虑材质和款式的调整了 那这个是在灰色跟油彩色 也是可以用这样去搭配的 那我们用到灰色的时候呢 要特别小心的就是 用到偏暗的灰色 然后跟黑色进行一种类似的配色 或者是其实即使你用到一身的浅灰色 其实如果你在款式和材质上 没有很好的调整的话 真的会很容易让人 整个人看上去 没有力量 然后呢 很沉闷 这个是我们要小心的一种配色 其实如果 你 学了很多的这种搭配的知识 如果你真的是一个搭配高手的话 你会发现 其实配色是没有进气的 那即使是我刚才说到的 大家要慎用的一些配色 只要你懂得在款式材质方面去调整 其实都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那配色 如果学搭配 最重要的目的是 我们要学会把不同的颜色 不同的款式和不同的材质 你想穿的 你喜欢的 都能够把它通过搭配穿在身上 这是最重要的 所以其实我们要学会搭配最重要的目的 就是让我们可以驾驭所有的你想驾驭的东西 但是呢 你要知道 有些东西如果你不适合的话呢 它的搭配的难度会比较高 如果你不是一个搭配高手的话呢 像我刚才说到的这些慎用的搭配的方法呢 那你就小心 因为它们特别容易出错 因为它们特别容易出错 阿一出错 那你的形象就很可能会被这一身搭配给毁掉 好 这个是刚才给大家说个提醒哈 那讲完五彩色 黑白灰的搭配呢 我们来看看油彩色 那油彩色呢 其实大家印象当中 可能很多人会比较喜欢的 或者比较明显的 就是鲜艳的各种油彩色 油彩色其实包括这么多 可能还不止 对吧 很多很多很多 这些都是比较鲜艳饱和的人色 那在这里呢 给大家普及一下小知识 色彩的小知识 我们一般说到的色彩呢 不外乎就在六大基本色相里边 六大基本的色彩 我们可以这样去理解 红 橙 黄 绿 蓝 紫 所有的颜色都是在这六大色相里边进行变化 然后变浓一点变淡一点 等等等等 这样的一些变化最后出来的 那如果说到油彩色里边很鲜艳 很饱和的这些颜色 大家看到 很鲜艳很饱和的这些颜色 像这种饱和的蓝色呀 饱和的眉红色 大红色呀 还有黄色呀 绿色等等等等这些 像这些颜色 如果你自己有一件这样的衣服 你不知道怎么去配的话 不要想太多的招 也不要希望自己配的太过于 让人意想不到 因为其实当然会有一些意想不到的配色 但那些配色需要结合具体的款式和材质 才会让人产生一种新颖的感觉 而如果你想要既安全又好看的话 其实黑色 白色 以及牛仔色 是最百搭的 而且也是最容易出彩的 最不容易出错的 当然了 其实我们可以去 很多人喜欢撞色 很多人的感觉是 我要配色就一定要有一些 不一样的颜色在身上 那才叫配色 所以很多人会觉得 我有件这个蓝色 我是不是要撞个什么颜色 撞个橙色 那才叫配色 其实不一定 当然橙色撞的好 是非常的好看 但是如果撞的不好的话呢 它会让你整个人显得非常的躁 而且呢 很有可能是衣服在穿你 不是你在穿衣服 这样的话 你自己是不是就被衣服给抢了呀 好 那刚才我们也说了 装色的问题了 那现在我们就来看一下 装色出来的效果 大家会看到 经常看到一些时尚的推文 像这样的装色 真漂亮 我也想去尝试一下 这个真的要非常非常的小心 这样的装色 很多时候 就是在杂质上好看 或者是说 这个人 穿这件衣服的人 本身他驾驭得了这样的壮色 所以我们会看上去比较好看 但是呢 如果真的把这一身壮色 这样大面积的壮色 穿在你自己的身上的话 很有可能 就是衣服把你抢了 甚至可能会有一些滑稽的效果 所以大面积的这种壮色的搭配 我们要非常非常的小心 那在这里边 我给大家普及一下色彩的小知识 大家会看到红色和蓝色 这是一种反差很大的壮色 对吧 蓝色和橙黄色和黄色 也是一种反差很大的这种壮色 我们刚才说了 色彩有红橙黄绿蓝紫 大家看到这些 这六个颜色是不是就形成一个黄啊 你们记住 如果比如说以红色为一个点 你有一件红色的衣服 你想要撞色的话呢 跟它距离最远的这块颜色 包括旁边的这些颜色 那这些跟它呢 就能够产生一种叫做 对比效果的配色 对比效果的配色 因为这些颜色和红色 是非常非常的不一样的 所以就像红色和蓝色 蓝色跟黄色 这是一个有点发绿的黄色 那这样的配色是因为它们距离比较远 所以它们反差比较大 但是当你把红色和橙色 放在一起的时候 那它们是不是就比较类似啊 所以呢 这样的配色呢 这样的状色呢 它的反差性就没那么大 它的统一感会强一些 比如说像这样的配色 像这样的配色 这个呢 我们叫做临近色 红色跟天紫红 橙红跟紫红 也是非常接近的 红色和橙色 这些颜色 包括像黄色和绿色 这个是黄色 这个是绿色 像这种临近色的 这样一种状色呢 就会比对比色的状色 看上去更加的统一一些 也就是说更安全一些 更不容易出错一些 这是第一点 那么第二点呢 除了我们如果想撞色 想要用临近色来 让它显得更统一一点之外呢 还有就是 我们可以调整色彩的面积 大家看到这两身 是不是都是上面一个大色块 下面一个大色块 两个颜色呢 鲜艳度又很高 然后呢 色块又很大 所以其实像这样的配色 是非常挑人的 但是呢 我们会看到 这两组配色 除了它用到临近色之外呢 它对色彩面积的一个调整 也是大家特别值得去借鉴的 我们来看看这个 它一个大面积的黄色 然后另外一个鲜艳的绿色 变成了小面积 当两块颜色的面积的差越大的时候 这个配色的效果越安全 适合的人越多 这个是一点 那另外一个呢 包括这一套和这一套 其实都同时存在的 它有一块鲜艳色 那另外一个颜色呢 大面积的另外一个颜色呢 它不那么鲜艳 稍微暗一点 不那么饱和 包括这个 像这个 它的橙红色的外套 是比较鲜艳的 但是它里边的这身酒红色呢 就会比较暗 没有那么的浓烈饱和 这个是什么呢 这个叫做 纯度差 纯度差 就是非常鲜艳的颜色 是高纯度的颜色 然后呢 我另外一块颜色呢 我的纯度把它调低一点 不要那么鲜艳 当我们用到撞色的 这样一种手法的时候 你把两块颜色的 纯度差拉开 那这个效果也会更加的安全 也就是更不挑人 这是第二点 大家听明白我刚才说的 这几个点了吗 我再来总结一下 当我们进行 撞色搭配的时候呢 要慎用大面积的 对比色的搭配 我们可以首先第一 选择临近色的搭配呢 会稍微安全一点 那么第二 我们把鲜艳色的面积差 拉开 也会更安全一点 那么第三 我们把两块颜色的 鲜艳度拉开 一个鲜艳 另外一个不那么鲜艳 也会更安全一点 那就像这一套 它既是临近配色 又是调整了鲜艳色的面积 也调整了另外一块颜色的鲜艳度 所以这一套出来的效果呢 既有跳跃感 丰富的感觉 那同时呢 又还比较稳重 多一些内敛的东西 没有那么的 只有放没有收的感觉 那像这个呢 就是一目了然的对比 太过明确 这个是我们的 壮色的搭配 只要我们身上出现 两块以上的 天纤艳的颜色 那你会发现 你整身出来的效果呢 就会比较的醒目 就是新一眼球 远远的别人就能看到你 而且呢 会比较显得你这个人有活力 充满生活的激情 所以呢 像这样的配色呢 其实我们在工作当中 也并不太适合 那它也更适合 我们在休闲的场合 或者是你那天的状态 特别嗨的时候 你会发现 这样的壮色 可以更好地 把你的这种心情 表达出来 那么为了让大家 更好地去理解 这一块的内容呢 我们再来看一下 色卡的搭配 好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一组配色呢 款式是一样的 那就不会像刚才一样 受到这种款式的影响了 我们看到 这里边有一组对比色 就是橙黄色和蓝色 但是它们在这四套上呢 用到的面积和饱和度是不一样的 位置也不同 那它们分别呈现出来的效果 其实大家会看到还是不一样 首先第一个 这一套是在一身黑的基础上 小面积地用到了橙色和蓝色 所以在整个这四组图片当中呢 这样的搭配会显得更加的不挑人 它就更安全 但是呢 同样有这种跳跃和活泼的感觉 其实像这样的搭配呢 在生活当中 非常值得大家去尝试 那么像第二组呢 它是有一个比较大面积的蓝色 第三组其实也是 也有一个大面积的蓝色 然后呢 加小面积的橙黄色 那么这里边呢 其实就是一个面积差的问题 那我们会看到 这两个颜色 其实面积相对来说都还并不大 只不过比这边稍微大一点 所以呢 它呈现出来的那种蓝色 那种鲜艳明亮的那种感觉呢 其实就会更加的明显 所以这一套会比这一套看上去 更有生命力 或者是更有生机 更有活力的感觉 而到这一套呢 这个裙子的面积就更大了 所以这一套出来的感觉呢 其实是最醒目的 最有存在感的 所以我们会发现 当鲜艳色的面积越大的时候呢 你这个人的存在感就越强 而面积越小呢 其实相对来说会显得越低调 但是呢 这种低调当中呢 其实在生活当中 在我们的周围的人群当中 你会显得蛮有特点的 就是让人觉得 有惊喜 但是呢 又不会那么夸张 而当你到这样的这样一种搭配的时候呢 其实的确会有非常好的视觉效果 一出场的这种亮相会非常的惊艳 但是呢 这样的亮相呢 如果在平时的生活当中 别人就会可能觉得 哎 有点太夸张 所以其实看你的职业 或者看你的场合 如果你的场合 大家人群都是这样的穿 那你这样穿就相当的出彩 就是比较容易被接受 但如果你的场合相对来说 比较偏保守的话呢 这样的面积的选择呢 是更好的 那这两个呢 一个上一个下 除了面积大小 带来的存在感不一样呢 我们也会发现 当鲜艳色在上半身的时候 整个效果出来的印象 会不会相对会稳重一点呢 而当鲜艳色在下半身的时候呢 整个人出来的感觉 会更加的有一种 不跟别人一样的 那种个性对 那所以其实你鲜艳色的位置 不一样呢 它带来的印象 其实还是有些许的差别的 那么到第四套 第四套我们会发现 仍然是用到的 藍色和 这种橙黄色 但是呢 我们把鲜艳色的面积调 把它的那个鲜艳度调低了 所以当它的鲜艳度调低以后呢 整个搭配出来的效果就更加的沉稳 但是呢 其实也不失这种层次感 所以其实在这些搭配当中呢 每种搭配都有自己的美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场合和你人群 周围的人群的这样一个特点 来选择用什么样的一个搭配会更合适 当然还有你自己的喜好 以及你自己适合 如果你是一个特别能驾驭鲜艳色的呢 其实这样也不会太夸张 但如果你本身不是特别能驾驭鲜艳色 你要这样穿的话 就显得特别的浓重 那就要特别挑场合了 那这个是在鲜艳色 壮色这一块呢 给大家看到一些对比的效果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一下 比较容易营造好感的配色 因为其实刚才我们讲的壮色的话呢 它会显得人特别的有活力 但是呢 其实在我们的人际关系当中 你总是这样穿的话呢 难免人显得比较糟 而如果我们能够穿得 让自己既显的精神 又容易有好感的话 其实是最好的 所以呢 这里有几种配色的方法 是推荐给大家 然后呢 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呢 它可以让你穿得更有好感的 首先第一个 这种配色 我们叫做统一色调的配色 先来不说色调这样一个概念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两个配色有什么不一样 大家有没有发现 这两组配色呢 这一组是不是特别的轻盈 有一种轻淡轻盈的感觉 而这一组配色呢 有一种比较深沉有力的印象 所以呢 它们的不同是 它们色彩的印象上有很大的不同 一个轻一个橙 一个显得更有质感 一个呢 显得更有活力 这是区别 但是其实它们又有一个共性是什么呢 就是 这一身的颜色 其实非常统一 尽管是绿色蓝色是不同的色相 但是呢 它们的这个调子 就是色彩的这种 艳浊度 明亮度 其实非常非常的接近 这个绿色是一种比较明亮 不那么鲜艳的绿色 这个蓝色也是很明亮 不那么鲜艳的蓝色 所以它们看上去是 很统一的 都有一种很轻亮明亮 然后有点柔柔的这种感觉 那么这一组色彩呢 上面是酒红色 下面是橘红色 它们也是不太一样的色相 但是呢 我们会发现 这两个颜色都是有点发黑的 而且是比较鲜艳的 所以它们在这种鲜艳度 和明暗度上 都是很一致的 都偏暗一点 然后都有一点点鲜艳 那所以呢 我们把鲜艳度和明暗度 差不多的颜色 叫做同一个色调的颜色 所以其实你可以在身上 穿到不同的色彩 比如说我们经常理解的色彩 就是红色是色彩 蓝色是色彩 其实这个在我们的专业里边 叫做色相 红色红色相 绿色绿色相 所以其实你可以在身上 穿到不同的色相 但是只要你把这个色相的调子 把这身上这几块颜色的调子 都统一在一起 都在一个明暗度上 或者一个鲜艳度上的话呢 那其实这个特别容易有好感 尤其是当你的颜色不鲜艳的时候 不鲜艳的时候 因为你想想一身都很鲜艳的颜色 其实还是很容易显得燥的 所以当你的一身都不鲜艳的时候呢 就会显得既有都市感 然后亲和力也够 而且呢 它又会让你看上去 其实也不乏活力 所以这是我们统一色调的一种配合方法 那待会呢 我们再来看一下色卡 加强大家对这一块的一个记忆 那么另外一个呢 就是统一色相 这里是刚才我一直在提到的色相的概念 色相 红橙黄绿蓝紫 就是六大基本色相 所以我们经常在描述色彩的时候 这是蓝色 这是橙色 这是紫色 其实讲的就是色相的问题 什么叫做统一色相呢 其实大家会发现 这一套是不是从头到尾 基本上都是蓝色呀 鲜艳一点的蓝色 然后这个淡一点的 有点发绿的蓝色 然后呢 这种蓝黑色 所以这个是我一生穿的都是蓝色 那除了蓝色之外呢 我最多有点黑白灰来做调节哈 但是没有其他的色相 那这个就是一种统一色相 那统一色相的这样一个搭配呢 它会让你的整身看上去 有一种很好的整体感 不会特别的乱 也不会让人眼花缭乱 但是呢 它又有不同的层次 因为你有不同的蓝在里面 那就像这个 这个其实也是同一色相 我们说棕色 其实棕色呢 它就是橙色调过来的色彩 所以当你的身上有橙色 有棕色的时候 它们看上去是那么的不一样 一个非常的鲜艳 一个非常的安静 然后你再带点金色 其实这样的一些颜色 它都是在橙色 这样一个色相 一个进行变化的 浓一点 淡一点 烟一点 或者是浊一点 但是呢 你整身这样出来的效果 既有变化 但是呢 又有一种很强的整体感 大家可以想一下 如果这件衣服啊 下面这个棕色的 我把它换成一个蓝色的话 那是不是即使是深蓝色 那它的味道就不一样了 统一感就没那么强了 那也许仍然是好看的 但是呢 味道就不同了 所以这也是很容易有好感的一个 统一色相的肤色 那像这个就非常的明显了 那这两个呢 其实还是有一些鲜艳色 所以让人感觉到很漂亮 而这一身呢 没有什么鲜艳色 上面是偏深暗的紫红 下面是偏浅淡的紫红 这个体现出的是一种明显反差 然后加一点点白色去调整 但是这一身 是不是仍然有种很强的统一感啊 所以呢 这个就叫做同一色相配色 我的颜色 有浓的 有淡的 有明亮的 有深暗的 但是我都在一个色相里面去变化 绿色也可以 紫色也可以 什么样的颜色都可以 这个就是会带来好感的 那么待会儿我们继续来看一下色卡的变化 大家加深对这种比较有好感度的配色的影响 我们先来看这第一组 第一组的这个对比的效果 我们看看哈 首先第一张 它是用到的那种很浅灰的这种粉色 和浅灰蓝色 整两个色彩都是控制在一种比较浅浅的灰灰的柔柔的这种状态下 所以其实印象是非常的统一的 那如果你嫌这样的很过于统一的感觉太无力呢 你可以加一点点黑白色来调节它的层次感 但是整体的印象仍然是一种比较统一色调的感觉 然后呢像这个呢 我们仍然还是在这样一个灰粉色的印象上 但是它搭配了一个特别鲜艳的饱和亮丽的一个蓝色 大家就会发现这样的搭配就不如这样的搭配来的更加的有一种统一和谐的感觉 在现实生活当中这样的配色特别容易得到好感 而这样的配色的话呢 你要在款式上有很好的搭配 以及跟你有很好的搭配 才可能出现出彩的效果 好那么第二组 第二组我们看一下哈 同样都是红色和绿色的搭配 那第一张呢 就是这种偏暗的红色和偏暗的绿色 它们这样的配色配出来的感觉会非常的有力量 而且很有格调 大家不妨尝试一下 如果你想让自己有一些复古的印象 或者是显得比较有格调的话呢 有高档的印象的话呢 不妨尝试这种偏深的红色和偏深的绿色 比如说墨绿色的这样一种搭配 但是呢这种配色可能会显得比较成熟 所以特别年轻的朋友要慎用 那像这一组呢 同样是绿色 墨绿色 但是呢它搭配了一个特别鲜亮的一个桃红色 这样的搭配和这样的搭配比起来 这个是不是就显得更加的高级的统一 而这个呢 同样也是 如果款式选择的不对的话 如果驾驭的人不对的话呢 就可能会显得比较乱 但是如果人对了 其实这样的配色也会比较容易出彩 但是这个呢 就更容易得到好感 这两个呢 就是我们说是同一色调的一个配色出来的印象 那这两个呢 就是同一色相的配色 大家会有没有发现 当色彩统一在一个色相里边的时候 你有明暗艳灼上的区别 其实它还是很有变化 但是呢又有一种很统一的感觉 这种配色特别容易带来高级感 如果你想让自己的配色显得更高级 然后又不容易搭错的话呢 一定要尝试一下这样 同一色相 但是不同的深浅艳灼的一个搭配 像这个就是全部在这种橙黄色系里边 偏暗一点的橙黄色就变成咖啡色了 偏和一点的淡一点的 那就变成一种卡其色 那像这个蓝色呢 大家看到浅蓝深蓝 暗一点的蓝或者是艳一点的蓝 其实它们都是在一个色相里 这个就是有好感的色彩搭配 来说一下花色的配色 那我们很多时候可能有一条花裙子 或者有一个花围巾 你在想我怎么样去配这些衣服 其实很简单 很多人都知道 很多人都知道的一个配色方法是 在花色里边找一个颜色来搭配 那肯定不会错 对 其实我要给大家的也是这样一个方案 也就是说你要在花色里边找一个颜色来搭配 比如说这个花色里边它有蓝色 那你找个蓝色 有深的蓝色我找深的蓝色 浅的蓝色我找浅的蓝色 然后呢我有橙色 那我可以找个橙色 那或者找一个这种淡一点的淡淡的这种橙卡其色 没错都是这样搭配 但问题是你为什么要选它 你为什么要选它 你为什么 为什么 它们出来的效果其实是有很大不同的 所以我们要知道 你要营造什么样的效果 这是很重要的 那首先我们会看到这一幅花色里边 最鲜艳的可能大家都能够看到是那个橙色 对吧 然后呢 比较明亮的是浅蓝色 比较深暗的底色是深蓝色 好 大家注意 如果你的这个花色太花了的话呢 我建议你选择 这个花色里边最深暗的那个颜色来搭配 这样搭配出来的效果呢 会让整套搭配看上去更加的沉浸 没有那么的躁动 所以反过来 如果你搭配了整个色彩里边最鲜艳的那个颜色 因为很多时候可能大家有一个花围巾 里边有一个最鲜艳的红色 就像这里边有一个最鲜艳的橙色 你就觉得我搭一个红色的裙子 应该很好看 对 会非常好看 就像这样的配色也会非常的随不亮眼 但是你想想 你上面已经是花色够花了 你下面再来一块那么鲜艳的颜色 你整一身是不是给人的感觉太燥了一点 所以这样的配色可能用在家装里边 局部来用会非常的好看 但是如果用在你这个人身上的话呢 我建议大家这样的配色要慎用慎用再慎用 因为它会让你整个人有一种沉不下来的感觉 所以别人会容易让你容易认为你有点缝造 尤其特别不适合在职场 当然了在都市里边也并不是特别适合 如果你是到一些民俗区 比如说像印度啊 尼泊尔啊 像这些或者夏威夷啊 对于色彩的承载力非常强的一些地方呢 那你可以考虑这样的搭配 它照相非常漂亮 那么这里边还有两种配色 一种是这个色彩里边非常浅的一个蓝色 大家会看到这样的配色是不是让整个色彩组合显得更加的轻盈啊 因为蓝色本身的语言也是比较安静的 比较内敛的 所以当你用到里边的这种偏浅的蓝色的时候呢 它感觉在跳跃之余多了一些沉浸和轻盈 但是如果你选择了一个卡其色 大家注意 其实这个色彩里边并没有非常明显的卡其色 所以很多时候我们选择给花色搭配的时候 不见得非得在这个颜色里边 花色里边挑一个一模一样的颜色 其实你只要挑一个相近的 类似的 即使不太一样都没有关系 比如说像这个花色里边 它其实并没有一块这样的卡其色 它是一个淡淡的黄色 但是呢你可以用卡其色 因为这个卡其色跟它这里边的橙色淡黄色 都是非常接近的这种色彩 非常接近的色相 那比如说除了我们搭到蓝色的话呢 其实你也可以搭一块灰蓝或者灰紫 有一点点跟这种底色差不多的颜色 其实不要完全一样 不见到完全一样 甚至你搭除了搭这个深蓝色 你还可以搭黑色 跟这个底色都是很暗的 那你除了搭淡蓝色 其实你还可以搭有一点点 搭绿的蓝 对吧 或者是浅绿色 或者白色 是不是都可以啊 只要你不搭红色 因为这里边没有一个红色 没有粉色 所以如果你搭完全不一样的颜色就不行 但是接近类似的颜色就没有问题 那像这个 那它虽然说没有这块这种卡其色 但是它有个类似的印象 搭起来仍然是一种很和谐的感觉 因为它里边的橙色跟这个卡其色是非常的呼应的 但是呢 用卡其色和用这个浅蓝色 尽管它们都是偏浅的颜色 但是出来的印象是不一样的 浅蓝色的感觉刚才说了 有更多的安静 但是这个卡其色 是不是有更多的亲和地在里边 更多的柔和在里边 所以呢 我们会发现 每块色彩 其实它就像一个人一样 它有自己的性格 我们想要搭哪个颜色呢 首先第一 你要先喜欢哪块颜色 了解它的性格 然后呢 你才能知道你搭出来的是什么感觉 如果你不了解这种鲜艳色带来的那种躁动和跳跃 那你搭出来是非常的好看 但当你走入职场的时候呢 会给人的感觉 你没有安心工作的印象 那这就不好了 其实因为我们学搭配都是为了美 但是如果你美的不恰当 其实那也是白美 是不是这样一个道理 那这是花色的搭配 那么呢 我们来看一下 这是今年啊 从去年开始就特别流行的一种配色的效果 大家看出来了吗 这些配色 它在突出的是什么 是不是 是不是就是我开篇的时候说到的 类似配色呀 是这样的 这两年 其实特别流行 类似的配色效果 所以呢 如果你在色彩搭配上 你实在找不到感觉 既偷懒又出彩的方法 是不是 如果你穿了一件蓝色的上衣 你就找个蓝色的裤子去搭它就好了 既简单 但是在这两季呢 又特别出彩 这个就是现在的流行的搭配 所以其实 当然撞色的这样一个搭配 一直都会存在 但是这几季 其实它并不是特别的流行 尤其是撞色 它又挑人 所以呢 大家在这几季用到撞色的时候呢 要慎用 如果你特别适合撞色 那你就减小面积来用的话呢 其实也是蛮好看的 所以其实在配色上呢 没有完全的 哪个特别好 哪个不好 首先第一呢 你喜欢 第二呢 你要适合 你要先了解自己 适合什么样的撞色方法 或者是配色方法 然后呢 再结合你出入的场合 来选择你想要的配色的方法 好了 那这就是今天我们 有关配色的全部的内容 下一节课呢 我们来讲讲发型 发型也是 每个人都特别关心的问题 因为一个头发剪得不好的话 你可能一个月都不想出门 好 我们最后来看一下 这一堂的作业 前面给大家讲了不同色彩的一些配色的效果啊 最佳的效果 或者是生用的效果 那回去以后呢 你们看一下 在自己的衣橱里找一件白色的衣服 我给它搭一个类似效果出来 看看穿在你身上的感觉是怎么样的 你是不是适合这种类似的效果 因为我们说如果白色要搭出类似的效果的话 其实它出来的感觉是非常的清淡清爽 有一种很清清淡淡的感觉的 看看你适不适合 如果不适合的话呢 加一点点黑色进去 比如说 内搭 比如说腰带 你试一下 那么 另外 第二个 给自己的一件黑色衣服 配一个对比效果出来 因为我们之前说了 黑色不太适合类似效果 它更适合对比效果 看看你是适合搭浅亮色的这种对比效果呢 还是说搭鲜艳色的对比效果 好 第三个 找一件鲜艳色的衣服 搭一个你喜欢的效果 我们之前说了 搭这种鲜艳色的话呢 你可以是撞色 也可以是同一色调 也可以是同一色像的这样一种 不同艳着明暗的变化 看一下你喜欢什么效果 最后呢 给自己的花色 搭一个稳重效果 刚才我说了 花色搭什么样的颜色 最显得稳重呢 回去复习一下内容 然后呢 把这些作业做完 好了 今天我们的课程就到这里 各位同学再见